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作者伊莫黄良 播讲《欢迎空》第226章三炷香 下了山,王又贵已经在山下等着了 招呼了方正一声,方正赶紧过去了 医治村啊,王家是大姓家族,人数最多 用王又贵的话说,原本这里叫王家村 后来才改的名,现在王家虽然不是一村独霸 却依旧是占了全村的一大半的人口 剩下的则是其他姓氏的家庭了 王家有祖坟,一旦有人离世了,都是在祖坟埋葬 其他家则是各自找自己家的那种风水宝地 王又贵早就约好了,方正自然先去王家的祖坟了 王又贵一声吆喝,走了 然后,大家起身,方正却没有动 而是一脸平和地看着一名穿着花裙的女子 天气虽然是转暖了,但是东北还没有南方那么暖和 四月冒头,穿裙子的很少,但是今天却碰到了一个 方正,我有什么问题吗? 王雅南低头看着自己的裙子,不解的问道 王又贵也道,是啊,方正法师,有什么问题吗? 方正摇头道,师主,穿裙子上衫,这是对先祖的不敬啊 祭祖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穿得太过艳丽了 会让先人认为你对这件事情很轻慢 王雅南恶然道 还有这种说法吗? 王又贵一拍额头道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种说法 以前听过一个故事 一名女子每次上坟都是穿着裙子 结果她的女儿从小就是招风影蝶,作风不检点 后来找了大师看了 源头就在于她上坟的时候 穿得太太太俏丽了,让祖先不满了 导致孩子出了问题 当然,这就是个故事 大爷,这都什么年代了 不讲究这些 王雅南两眼一翻,根本就不信 方正则一脸正则道 这个故事或许是假的 但是你自己也可以想想 祭祖这么严肃的事情 你穿得如此打扮,如此轻慢 那么,祭祖的意义何在呢? 祭祖是为了表示对先祖的尊重 弘扬的是孝道 后背看到前辈的孝,从而效仿 如果大家都学你一般 若干年后,一代代不当回事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认为他们还有来祭祖的吗? 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教育 词话一出 王雅南翘脸微红,咧咧嘴道 方正,我真的没想到 你自从当了助持以后 竟然变化这么大 还训起我来了 训你咋的? 方正说错了吗? 大学白念了 滚我回去,换衣服 王雅南的父亲呵斥道 王雅南一嘟嘴 知道了,坏坏坏 我又不是说他说的不对 只是被同龄人教训 好别扭啊 这孩子,我看你是作为大学生 被辍学了,感到别扭吧 还是当妈的了解女儿 王雅南翘脸一红 赶紧就跑了 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王又贵也留了心 没一会儿 一个刚怀孕的女子 也被送了回去 猴子不解地问道 哎哎哎 那人咋了? 方正低声道 怀孕了 哎哎哦 怀孕了也不能去啊 我们猴子里 怀孕哪都能去 猴子不解 方正道 用传统的话来讲啊 怀孕的女人 上人祭祖 祭祖的地方阴气重 很容易影响胎儿 例如鬼魂附体 霸占胎儿的身体 成为鬼胎之类的 这些东西啊 说了多半你不懂 不过真正的意图 应该是山高路险 而且上山的虫子蛇比较多 怀孕妇女自己走路 都很容易失去平衡 而跌倒 更何况在山上呢 走路若是跌倒 造成流产 或者是更严重的情况 那就得不偿失了 至于祭祖 他们不去 只要有人带他们上乡 说一声就是了 猴子这才明白 里面的门道 不过他就想不通了 为啥后面的道理那么简单 非要用那么复杂的理由 吓唬人呢 方正见猴子疑惑 低声的道 这就是仙人的智慧所在 举头三尺有神明 让人心生俱为 哎 这才不会乱来吗 同样的道理 古人姓鬼神 凡是有鬼神挂在嘴边 古人就会忌惮 又或者说是认真的对待 若是不这么说 很多人心大呀 会仗着自己身体不错 铤而走险 猴子挠了挠头 虽然明白了 但是心中还是各种疑惑 方正也不急 这猴子才接触人类社会 听不懂也正常 没多久 大家准备妥当 男人搬东西 女人跟上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 就上山去了 绕过一只山 后面还有无数大山 那是长白山脉 大山之下 还有小山 这些小山 有的有名字 有的没有名字 而王家的祖坟就在一座 叫王福山的上面 众人走了两个多小时 才来到了王家祖坟 所有的流程 王有归都知道啊 做的只会比方正更讲究 方正也没什么好说的 一切有序的进行 就连孩子都被大人拉着 不让乱跑 方正则负责 帮着念经文 这也是他唯一需要做的 王家这边结束了 王天又赶往 其他的人家那边帮忙 苏尔狗家 杨华家 杨平家 谭举国家 最后来到了孙乾诚家 孙乾诚家的坟 就葬在他们家的田边上 所以不用走多远就到了 孙乾诚仰头看着天空道 哎呀 方正法师 我们才搬过来没多久 一家子就三口人 其一的兄弟姐妹 都在南方打工 赶不回来了 这里只有我爹妈的坟 祖上的坟不在这里 甚至有的都找不到了 这祭祖也是难了 方正微微摇头道 施主不用烦恼 祭祖并非各个走道 才叫祭祖 既然你父母的坟在这里 那一切都好办 哦 孙乾诚惊讶地看着方正 这也有解决的方法 方正道 你手上有三柱祥 但是不要一起用了 你先拿出一柱祥 拜的时候就说 孙氏历代宗亲 光寿香烟 前来祥祭 这就等于你把历代 整个家族的先祖都拜了 第二主香是主香 既然你祭祀的是你的父母 那就说 爸爸妈妈 今天是你们的祭日 恭请你们来祥祭就可以了 第三主香 是你带家人起头 你的兄弟姐妹在外面 没有回来 你是要替他解释一下的 例如工作忙 例如路途遥远等等 让先祖不要怪罪 你替他们上香 同时将没有来的兄弟姐妹 以及后代的人名 都念上一遍 并且祈求先祖庇护 他们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平安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 你将所有的事情 都在这三柱香内解决了 本集播讲完毕